重塑组织、进化型组织的创建之道 第二部分,进化型组织的架构、实践与文化 二点一章,三项突破与一个隐喻 当时机成熟时,思想的威力将势不可挡,唯可多余果 迄今为止,人类在组织设置上经历了四种协作方式 分别基于四种非常不同的世界观 冲动红色、浮丛琥珀色、成就橙色和多元绿色 每一种组织模式都带来了重大的突破 使人们能够处理更复杂的问题,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一点一章的最后总结了不同模式的重要突破和核心隐喻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以净化青色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 我们认为将会有更多的青色组织浮出水面 那它们将会带来怎样的突破呢? 又用什么样的隐喻可以捕捉到它们的本质? 下面是一些从先锋青色组织的研究中呈现出来的概括性的答案 新的隐喻 组织是个生命系统 成就橙色把组织比作机器 而多元绿色用家庭作为隐喻 在前期的调研中 几位净化青色组织的创始人均明确提到需要一个新的隐喻 显然将组织视为机器 让人感到乏味和压抑 这些创始人根本不想扮演那种关键的CEO角色 需要去搬动杠杆 像推动齿轮运转一样去使下面的员工行动起来 另外 从净化青色的视角来看 家庭的隐喻依然让人感觉不舒服 正如我们所知 家庭并不总是能够带出人性中更好的面向 而且往往或多或少的功能失调 举例来说 如果我是你的老板 你向我汇报 这难道意味着我是父亲而你是孩子吗 绿色强调充满关爱的服务型领导力 但在青涩世界观的眼里 我不愿做组织中任何人的父亲 哪怕是一个充满关爱的父亲 进化型组织的创始人使用一个不同的隐喻 来描绘他们有志于去创造的工作场所 他们在谈论自己的组织时 极其频繁地称其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 或生命系统 生命带着它所有的进化智慧 管理着深不可测又妙不可言的生态系统 朝着更加完整 复杂和有意识的方向进化 变化自然而然地发生着 无处不在 无时不由 它来自于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有机体的自组织的要求 不需要中央用命令和控制的方式 去发出指定或搬动杠杆 这个隐喻完全打开了新的视野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不再把组织设计成 没有灵魂笨重的机器 那它应该像什么呢 如果我们对待组织 像对待活的生命体 如果让它们用自己生命进化的力量来驱动 那组织将能成就什么 我们的工作又将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净化青色组织的三大突破 本书在前期关于一些 先锋净化青色组织的案例研究 揭示了以下三个重大突破 自主管理 青色组织发现有效运行的关键是 基于同期关系的系统 既不需要层级 也不需要达成共识 即便规模很大 也是如此 完整性 组织一向鼓励人们 仅仅带着狭隘的专业自我来到工作场所 而把自我的其他部分扔在门外 并且需要我们经常展现出阳性的果断 决心和力量 同时隐藏自己的怀疑和脆弱 理性规则为王 而我们自身的情感 直觉与灵性部分 通常是不受欢迎和不合时宜的 相反 青色组织发展出一套体系和做法 邀请人们展现内在的完整性 用自己的全人去工作 净化宗旨 青色组织被视为有生命 并具有自己的方向感 组织成员被邀请去聆听与理解 组织想成为什么 以及想要服务于怎样的宗旨 而不是企图预测和控制未来 上述突破通过一些日常的具体实践表现出来 时而微妙 时而彻底地背离了传统的管理方式 这些实践将在下面的篇章中 通过先锋青色组织的故事和真实的案例 来进行介绍 2.2章和2.3章将描述如何自主管理 2.4章和2.5章则详述在追求完整性方面的实践 2.6章会介绍组织的净化宗旨 而2.7章则讨论青色组织软性的方面 组织文化 对各种实践的概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在那里列举了净化青色组织与传统织在以下三方面的差别 关键职能流程 战略创新 营销与销售 人力资源流程 招聘 绩效管理 以及日常工作的关键做法 会议 决策 与信息流 本书所研究的组织 正如戏剧中的主角 本书所研究的组织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粉末登场 让我在这里先逐一介绍每个组织所处的行业 所在地与规模等 在后面的阅读中遇到这些组织时 也可以提供参考 AES 能源领域 全球 4万名员工 盈利性 AES由罗杰桑特和丹尼斯巴基于1982年在美国创立 之后迅速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发电与输配电企业之一 数十个电厂遍布全球 拥有4万名员工 BSO Origin IT咨询 全球 1996年有1万名员工 盈利性 BSO Origin 由埃克哈特文增于1973年在荷兰成立 他在1996年将公司卖给菲利普之后离开 当时该公司的业务遍及20个国家 并拥有一万名员工 博祖克 博祖克是由若斯德布洛克与一组护士在2006年建立的非盈利组织 为老人和病人提供家庭护士 服务 FAVI FAVI 海利根菲尔德 核弄制 核弄制是一种新型的组织运作模式 最初由布莱恩·罗伯逊与他在费城创办的三元软件公司的团队共同开发 后来罗伯逊把该公司的经营管理转交给了新的领导团队 自己又联合他人创立了一家 即培训、咨询和研究与议题的公司 Holocracy One 致力于推广这种新型组织模式 目前核弄制已经在几大洲 被规模不同的盈利和非盈利性组织所采用 陈兴 食品加工 美国400到2400名员工 盈利性 陈兴由克里斯鲁夫成立于1970年 从用一辆卡车运送西红柿起家 今天他在美国的西红柿加工和运输领域 占据着压倒性的市场份额 如果你曾经在美国享用过比萨或意大利面 那很可能已经品尝过陈兴的产品 巴塔哥尼亚 服装 美国 1500名员工 盈利性 依逢乔伊纳德也许是世界上最不像商人的商人 他在1957年开始创业 从生产潘岩丁开始 这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公司 已经成长为一家领先的户外服饰生产商 并承诺给环境带来正向的影响 RHD 1970年成为1970年成为1970年成立 亚因 媒体 2070年成为1970年成为1970年 产生产与生产与生产业压插装阀和旗馆 如今 他是一家上市公司 在美国的佛罗里达总部 堪萨斯 以及英国 德国 及韩国 均设有工厂 由于方法论的原因 本书涉及的深度研究对象 是至少拥有一百名雇员的组织 当然 为了满足对数量的要求 我算上了亚因公司的20条狗 至于更多关于亚因与狗的故事 以及为何如此计算的原因 将会在2.4章具体阐述 后面的一些章节 在相关的地方会偶尔提及其他组织的典型实践 比如日本的互联网公司 Ozivision 还有勇气与复兴中心 这是一家非盈利性教育组织 专门支持帕克帕尔默 服务于教育 医疗卫生 神职人员 及商业等领域的领导者的事业 Realize是荷兰的一家小型组织顾问公司 而Valve则是一家 位于西雅图的游戏软件公司 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 在上面列举的组织中 AES和BSO Origin 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经验 尽管结局有些不幸 他们用青色进化型的做法和架构运行了20多年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新的领导人又使其退回到传统的管理模式 如今这两家公司已经没有留下多少先锋青色的风范了 他们的这段旅程为青色实践的必要条件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洞察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会讨论这个话题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 我将组织与人类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方法 同样也适用于净化青色组织 为了方便起见 当提到青色组织时 我并不是指那里所有人以及他们的所有的日常互动 都符合净化青色的范式 正如1.2章中的讨论 人性是非常复杂的 很难简化为一个单一的标签 幸亏如此 其实我想说的是 该类组织有相当多 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架构 实践以及文化特征 和净化型青色的意识阶段相一致 我研究的机构中 有几家接近是纯青色的 而大多数则属于混合型 他们在某些领域 持续采用净化青色的创新实践 而在其他领域 则采用更传统的橙色到绿色的做法 一个极端的例子 是那家西红柿加工企业陈兴 其推动并完上自主管理这个突破点 到了极致的程度 但并没有追求其他两个青色的突破点 因此称之为绿色青色组织 可能更加准确 其他一些组织也有类似的情况 索性这并没有影响研究 虽然在一些组织中 青色的某些元素有所缺失 但总体而言 在每一个领域 我们有足够多的重叠部分 从而可以使全貌得以浮现 基于它们的创新 净化青色组织的模型 足以被细致地描述出来 因而为其他想要以此模式运作的组织 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指导 甚至我们已能区分不同的架构和实践 并且总结出 哪些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 哪些又需要调整 以适应特定的公司或行业特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